这是亚运会中戴志盈与奥运希望之间的精彩对决 彼时的奥运已经是市井赛女当冠军得主 因此这场较量赛前他也更被外界看好 这是戴志盈第二次亚运会之旅 在四年以前的人川他是获得女子单打的铜牌 就杀进到了半决赛 小戴志益放网直接把奥运希望定在了原地 确实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今年只是输了两场球 奥运杀上网的机会球居然没有把握住 小戴四大历程的点杀开局取得7比1的领先 一次自己的失误 对手的失误 比较快的 杀进到了半决赛 女子双打呢 斜线的突击奥运顶级的速度 往往会让对手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做出防守反应 回放 小戴打的太协议了 通过后场对奥运顶级的速度 奥运的调动压制打乱对方的步伐轻松下压得分 等一会儿呢 中国队的这个对手啊都会是在 有印尼选手来上场 特别是在晚些时候的这个混合双打 我们的一号种子郑思维 取得一块金牌 他放弃了南京市井赛的比赛 专心致志的备战 就很遗憾的这个强强对决出现在了半决赛的阶段 这球太戏剧性了 小戴往前极限的海底捞跃 球高高跃起后贴着球网迅速下坠 让奥运无从挥拍 跪在地上哭笑不得 他感觉这个球这么高 解法球收掉一拍 对角线 赌一把 好球 赌一把 奥运希望这种斜线大角度的批杀真是厉害 弱点极其精准 好球 奥运希望还是处于被动 12比15 然后这球是运气球 被动很高 然后他防守底线的时候呢 奥运希望抓住机会又放了个往前 时刻观察着对手 小戴也黄了一记 这种互有攻守的技术型打法实在太好看了 哇 个子这么小 但是他的厚 坑 小戴还是靠着招牌的假动作 让对手再一次望洋心叹 守住优势拿下第一局 那这个职业赛场上面的战绩 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我那么充分的认识 现在交换场地之后呢 相对来讲呢 逆风的球场是比较的容易控制 看看奥远希望有没有什么办法 进入第二局 陈胜追击的戴士颖明显提速了 希望有没有什么办法 变速啊 像边打的效果一样 戴士颖的变速能力 是女子球员当中是应该是最好的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天赋 就天生的有这个能力 他在之前呢 没有那么集中的爆发 主要是还是比较的 小代五往前又是一记假动作 把奥远希望给黄倒了 还好没有受伤 奥远虽然偶然在进攻中会有灵光的表现 往往让对手预料不足 但受限于身高 他进攻端杀伤力不够 所以只能通过无限的奔跑去弥补 这一点跟伤口线是一样的 这种打法非常考验体能 刚好小代是出了名的体力观 所以从第二局上半端来看 奥远明显有些跟不上对方的节奏了 基本上是跟着球 后场的高远球 又是一个变速的 批对角 小代精准的批杀 奥远已经累到扶着膝盖了 好把他收掉 小代招牌的往前勾对角 奥远追都追不上了 奥远最后时刻全是失误啊 这其实就是体能下降的表现 小代一波12比3的高潮 领先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说明了这个戴紫颖 他的身体的条件和能力 确实是很强的 等下对角线 重复落点的推送 打一开 最终戴紫颖顺利赢下第二局 从而横扫奥远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爱运会 小代最后也如愿登顶 谢谢